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月25号 今天下午川普就要做废居去河内 在上午他在全国州长会议上 关于中美贸易协议 他说中美之间已经很接近很接近达成协议 但是也有可能中美之间没有协议 很多的媒体用警告这个词来说 川普也警告 也有可能中美之间没有任何的协议 这就反映了一个中美之间谈判 目前的一个比较复杂的状况 虽然川普很想达成协议 中国也很想达成协议 但是实质里面到底是一个真相是什么 外界并不了解太多 另外我们也看到中国方面 对协议马上就要达成 也表示非常乐观 但是老百姓网民们认为 既然快要达成协议了 说明刘鹤出卖了中国的很多利益 孔青东这些人甚至指责刘鹤就是现代理婚账 对这个事情我们等一下也会做评论 首先我们看到川普他之所以说有可能什么都打不成 这里面包含了整个美国政府对这次谈判的一个真实的看法 这次谈判中国采用的是一个拖延的战略 然后他是用一种进口你的大量的各种产品 以这种贸易逆差的减少来换取美国对中国的结构性改革的压力 我能多进口就多进口 然后做很多的口筹的承诺 本来是500万大豆 现在又改成1000万的大豆 本来是呢 可能是五年1000万 现在改成五年之内呢 1.2万亿要进口美国的产品 就是说他要用扩大这个美国商品的进口量 来减少美国对中国的结构性改革的压力 一旦结构性改革的压力来了之后呢 那中国方面呢 就是能推就推 能拖就拖 能不改就不改 所以结构性改革方面呢 他一直采取这个拖延的政策 所以呢 川普这方面呢 一方面对贸易逆差的减少 对美国商品比中国呢 大力的进口他感到满意 而另一方面呢 结构性改革这方面呢 实际上并没有真实的一些成果出现 尤其是这些执行的监督的措施啊 没有出现 这方面呢 他自己也有一个中肯的评估 所以呢 他这个肯定是听到莱特希泽等人的汇报了之后说 贸易协快要接近了 但是也有可能什么都打不成 他说出这番话 那么我们看到呢 实际上这次谈判呢 已经是第七轮的谈判 那第七轮的谈判呢 实际上没有任何的成果 因为最后呢 既没有避忘录 也没有协议 然后刘鹤他们呢 昨天晚上或者今天一早啊 已经回这个中国了 只不过是川普在昨天呢 发了两个推文 说他得到消息 就是取得了很好的富有成效的成果 然后呢 他愿意呢 把这个 3月1号加征关税的日期往后拖延 这个是他口头上说的 但是具体的 有没有达成一些文字性的东西呢 这个外界还不知道 实际上莱特希泽和川普的政论有关 到底用备忘录还是协议呢 这方面 实际上说明了 莱特希泽他比较谨慎 他知道还要继续的考察中国 考验中国方面的诚意 所以说先不能一步到位 而川普呢 他是一种急于求成 要一步到位的心态 就是说干脆不要用 备忘录了 直接是这个协议 但是实际上莱特希泽知道 就是说 真的要达成一个协议的话 那是要各方面非常 要严格的一些可执行的 可核查的一些内容要出现 而且美国这方面呢 还要经过美国国会的 一个认可 所以莱特希泽呢 27号要接受美国国会的 志雄 然后把整个谈判的一些 经过两方面取得的进展呢 到时候才会真实的 这个披露出来 那中国这方面呢 官方呢 非常的高兴 中国的股市大涨 美国的三大股市也大涨 整个的预期是非常的好 但是中国政府现在又 负了另外一个责任 就是要复卫 这些极左派 认为呢 刘鹤 三权鲁国出卖 中国的利益 因为这些极左派认为呢 既然你们达成了 中美双方 都认为比较满意的贸易协议 美国尤其很满意 说明呢 你们把中国的利益给出卖了 尤其在结构性改革方面 你们做出了 大量的妥协和推让 所以呢 那孔庆东这个极左派 就说这个 连那个李鸿章都不如 这个李鸿章 起码还是个文化人 人家还保留了一条尊严 不是一条狗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那你这个刘鹤 连李鸿章都不如 你就变成一条狗了 李鸿章当年 主要是这个代表 清政府啊 包括这个大国联军啊 包括甲午海战 都是参与这个谈判啊 尤其是在 甲午海战的时候啊 丧权入国啊 把这个台湾 澎湖列岛 还有几亿的这个白银啊 全都够给这个日本人啊 所以当时呢 留下这个卖国贼的这个称号啊 实际上李鸿章他只是 他是代表这个清政府的啊 清政府叫他做什么 他是做什么 不是他个人的医院 他个人的医院 当然这些东西都不各让是最好的 那个是逼着清政府不能不做 他只是做了一个代表的签字 实际上他自己根本落下这个骂名呢 实际上是非常那个可笑的一件事情 但这个中国的这些极左派啊 就认为刘鹤你就是这个李鸿章 这个实际上是对中美贸易谈判的 一个完全的曲解 另外呢 还有一个作家叫赵丽华的 把这个当时李鸿章跟外国代表谈判的场景 和刘鹤建川普的场景拼在一块了 说你看这个坐的座位都不对等啊 应该平等啊 实际上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刘鹤和莱特希泽他们是对等的 但是呢 刘鹤莱特希泽呢去见川普的话 川普是一国的元首啊 他怎么跟你台判代表是对等呢 川普是跟习近平是对等的 这就跟习近平见美国代表团的时候也是在高高在上啊 习近平中间 然后中国代表团美国代表团各做两边 他是这样一种形式 所以拿着这个座位啊 这些收视啊 这个也就是一种啊 一和团的情绪的一种宣泄啊 中国的这些左派呢 他们现在认为刘鹤等人呢 丧权辱国啊 对美国呢 应该我们对他全面的这个打击 不能接受他的任何的一些条件啊 那么确实中国政府呢 在这个方面做出了一些退让啊 一方面刚才讲了 他是通过这个贸易进口啊 来满足美国的要求 另一方面呢 在结构性改革方面能拖就拖 能少一点改就少一点改 但是毕竟他还是要改 就这些改的部分呢 会造成这个国内这些强硬派 总派的一些反击 但是官方的一些舆论呢 现在开动这个马力啊 正在制造一些言论啊 这些言论是很有意思的 第一呢 他就官方的一些媒体就说了 这就是一个Dance的入室啊 就是说美国提出的这些要求 正好就是我们要进行深化改革的一些方面 人家提出这些要求啊 实际上在帮我们啊 所以说你看他这个说的话挺好 就是美国在帮助中国进行深化改革 我们进行改革 那这个是对我们国家有利啊 何乐而不为呢 这个就是化解民间的这些极左的情绪 第二一点呢 他们也提出就是 美国的东西便宜啊好啊 然后中国人呢多用一点也是非常好 我们要多多进口美国的商品 这个于国于民啊 也都是非常有利啊 所以这种游泳的宣传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理由啊 所以这个官方呢 正在辅导这些极左的这个情绪啊 让他们呢明白 中国现在搞的这个决策呢 是对的 在谈判当中的表现呢 是非常正常 第三呢 中国一些媒体说 这次呢是中国选择退让 而不是逼迫退让 就是说这个退让是以退为进 然后这是一个策略的一个用用啊 就像当年呢 国共发生内战 国民党来进攻延安 中共呢主动的撤出延安 然后以退为进 最后打败了国民党 那现在也是啊 这是一个选择性的一个退让 是一个整个战略的一部分 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打败美国 所以这样一种选择性的退让啊 这种说法呢 也在安抚着国内的一些人心 所以我们看到呢 目前中国呢 看到了这种胜利的这个曙光 他们感到高兴 包括这个华为的事情上 川普也有所这个孙口 华为又退出他的这个折叠式的这种手机 很多媒体认为那个手机的技术完全是偷这个三星的 那美国这方面呢 确实是感到就是 它要达成协议是对的 但是呢你中国必须要做出结构性的改变 你对美国的利益的伤害呢 你必须要进行补偿 我们作为中国人呢 坚持中国进步 总向人权民主法治的中国人来说呢 也期望这次贸易战 贸易谈判呢 能让中国进行大量的贸易 结构性的一些改变 尤其是体制方面的改变 如果真有这方面的改变的话 那我们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很好的 具有可执行力的一个协议 也是应该的 但是呢 在一种瞒天过海大忽悠的情况下 签署了这样一个协议 在中国呢 除了给你进口很多的美国商品之外 没有什么改变 只是一个欺骗 为是现状的话 那实际上确实是又一次的这个行骗 又一次的这个延续了中国的改变 延续了中国的改革 所以我想呢 未来的这一周会非常的关键 27号莱特希泽会接受国会的志雄 那时候呢 在野党媒体啊 各种的这个分析人士 会来神圣的评估 到底中美贸易谈判已经进行了弃隆 到底有没有进展 到底是不是应该3月1号再往后拖延 然后拖延了之后 最后川普和习近平到底应该打不正答协议呢 这个时候 全社会全美国呢 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评估 这就是民主国家的好处 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你有那个愿望 但是呢 老百姓更有他的愿望 更有他的判断 更有他的评估 到时候呢 在3月1号之前 才一切呢 才会定这个分枭 现在说什么都是为时过早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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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